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我是老頭奧特曼今天呢我們要繼續 探索我們的海中生物 那我們海中生物所剩的數量也不多啦 不過就是那幾種嗎 燈籠魚 然後 碼頭獅尾獸福分 以及 巨型食人魚 怎麼感覺好像真的還蠻少的 會不會明天這一集拍完 今天這一集拍完再過個兩三集就沒了 啊你們有沒有什麼打算啊 要怎麼繼續進行下去了 不管了我們先拍再說 之後再另行打算吧 好不好那麼今天要去抓我們的碼頭 魚尾獸 這名字念起來蠻奇怪的然後 他是吃什麼的啊 抱歉我突然有點失憶症了 我稍微查一下 他是吃什麼來著的 喔好的我找到了 他是魔法生物喔 喔 魔法生物然後又吃生肉 然後呢剛剛老頭稍微爬文一下 1.13版準備要出出來了好像要準備要更新的然後多了新的模式的樣子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啊但是好像多了一些新的恐龍 然後好像什麼有跟骨頭有關的恐龍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這個 待會我再稍微回去看一下 不過我們先趕快先進行遊戲 好那就代表說了 我們的遊戲又可以繼續連載 哈哈哈哈 也不是說收攤在也不拍啦 就是暫時性的先擱置嘛對不對 因為畢竟你們方舟方塊世界也追這麼久了 應該想 也想看點不一樣的東西吧 是吧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去抓我們的碼頭魚尾獸 啊我們先做安哈有點忘記了 馬 打一個馬 果然真的有 馬上就做出來了 有沒有人馬獸 我們都忘記有人馬獸這個東西了 忘記他的存在了有沒有 然後這個人馬獸呢他是需要用魔法箭矢嗎 所以說我們待會呢 呃我先把這個 我在想要不要留啊 算留下好了我應該不會很重吧 我們把我們身上的這個安帶著然後我們順便就是 帶著我們的 魔法箭矢以及麻醉箭矢 就準備出發了 好魔法箭矢我們這個身上有好 把魔法箭矢呢 帶進來 然後 把我們怎麼把這邊拉一下 OK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好大概一百一十九一百九十九隻 200隻剛好 好這個數量絕對是能抓的你放心 我有聽到觀眾有講說 老頭那個福分跟鋸齒殺進步來變成方塊就好了 你不懂 我只說 啊這位觀眾 你不懂我的感覺啊 我那麼努力蓋這個隧道就是要讓他有作用啊 當你辛辛苦苦 把作業 全部寫完了 結果老是不給你過 那種感覺是什麼嗎 懂我意思嗎 我辛辛苦苦把這個隧道給蓋完了 結果 居然 進不去 多少會 有一種 失落感 以及 覺得 人生失去了目標的感覺 好不好 不是 不是像你那種說 把它變方塊就好了那麼簡單 好不好 這個要 立場要站在我這裡 你才能去體會那種感受啊 是不是 我努力的東西沒有得到該有的成果 好不好 這樣你們懂不懂 當然啦 我也知道變方塊最簡單啊 但是我那麼努力蓋這個 那我不如就變方塊不要蓋這個隧道好啦 是不是 好 大概是這個位置 very good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下水才看得比較清楚啊 這沒辦法 然後又遇到一些鯊魚 天啊 其實我是砍得死鯊魚吧 是不是 但是 呵呵 有點危險就是了 看到了 哇怎麼那麼近啊 這次運氣不錯 立馬來個下馬威 他就真來了 他就真來了 為什麼這次沒有顯示數字 是不是更新的 然後 我數字那個東西沒了 等我一下 來呀 來呀 小灰的 我忘 我沒有去調數字 沒關係 等一下把他抓起來之後 我們再慢慢調 來呀 有來嗎 呵呵 這八 不要過來 你這個87 有中有中有中 你這個87 喔 射到頭 暈了 唉唷 這麼的easy是不是 來來來把solo都給你 我把solo都給你 欸真的還蠻大隻的 他有沒有辦法進去那扇門啊 希望可以 好不好 不要枉費我的苦心 好不好 別枉費我的苦心了 馬頭一尾獸是唯一在海中的魔法生物呢 那我的安都幫做好了 你看長這樣子 我覺得他的顏色應該要劃分的更鮮豔一點而不是全部都清一色這種顏色你看 連鋸齒殺都長那樣子 我記得方舟生存進化 方舟生存進化的這個魚類啊 還是什麼恐龍啦 他們都有顏色之分啊 這樣才有趣啊 像我以前早期方舟生存進化 抓了一隻白色霸王龍 覺得很屌啊 可惡這遊戲都沒有一些顏色的顏色的分類 希望以後會有 來抓一個 純白色的幽靈龍 我感覺就是很屌 屌炸天有沒有 或者是 純黑色的阿根廷G 屌 霸王龍 彩色的 沒有啦 彩色霸王龍那也很奇怪喔 好不好 好吧 那我們現在開始稍微等待一下 這什麼東西他上面寫什麼 馴服動物數量太多 啊 Oh my God 我重燈這隻會不會消失啊 我要回去 重新設定了啦 這個每次更新都要全部重重設啊 如果重燈再重進他會不會消失 拜託不要消失好 我先重燈一下 OK好的 我們回來了 看來這個以馴服的生物重燈之後呢 是不會消失的 非常好 然後 他現在這個 馴服上限 我把他改回原本的一千喔 真的是好險好險 然後呢我們這個血量的這個 不是血量 我們這個顯示傷害我們也把他調回來了 不過現在 我要趕快 我要趕快 往上游 欸不用 不用往上游 脫了再穿上去就好了 有了嗎 喔還好還好還好 你看這個 Bug到現在還沒修 1.13 出來之後呢 這個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不過我剛剛又去看了一下喔 那個多了那個骨頭的那個活動啊 喔那骨頭的活動好像是 要去尋找那些化石骨頭然後之後可以用祭壇召喚出來的 召喚出來的樣子吧 就是可以獲得那種化石化石屬性的恐龍 這個之後呢老頭在稍微做一下研究我們再來玩一下看看好了 目前是沒有什麼 太多的這個 資訊啊 可以給我們了所以說我們到時候呢 研究完畢之後呢我再把我在拍拍影片上傳給你們看 好不好 那我先把這隻打死啊為什麼我現在尻他 沒有顯示血量啊 奇怪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改失敗了 我是不是改失敗了 等一下我再試一次好了 不對可是這樣重登 會不會要重位啊 我們先 我們先 馴服他完之後我們再去調整好了 哎呀這隻幹嘛一直來 哎呀你想被馴服是嗎 算了去加減馴服一下好了 你看來你只需要一個大腿肉就好了 我把這個大腿肉拿去餵那個好了 餵我們的魚龍哥 哪一隻啊 有 魚龍哥 一個大腿肉就馴服了 好吧 可是我現在沒有你的鞍 我先把你帶回去 先把他放到這裏面應該比較安全啊 哎魚龍 我魚龍卡條哦厲害哦 上來一點 哎這魚龍在幹嘛啦 做事啊 跟隨距離 我們射近一點 最遠 好滴好了可以了 快點快點快點 啊先讓你 哦嚇一跳 我們馴服了我們這個人馬魚尾獸了 哎他進不來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哦算了你先在這裏好了 我們先來玩一下我們的人馬魚尾獸不管了 哦馬頭魚尾獸 總的總的 總的也只先抓到了 哦可是在這之前我想要再去設定一下我們的這個 血量顯示的傷害啊 哦我們待會回來 好的我們回來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哦來試試看到底行不行得通哦 因為我剛剛又回去看了一下我的那個內容數據哦 被強制改掉了 可是我那時候也在調到別的設定 不小心沒儲存吧 好吧 我們來發一隻箭矢 好來試試看 那邊又多了一批 據我所知這批 啊我覺得我先站上面好了 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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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先不要射主動會死人 你不要中立也不要中立 被動被動 你就乖乖的被動 來來來來來來 測試一下測試一下 這邊的食物全部都請假了是不是 啊讓我看一下 找到了找到了這裡 哎唷這次有了 這次有了 哇他轉向我了 射爆你 哎唷很會跑哦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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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 大爆炸 OK 這代表成功了好 來看一下這一隻好 左劍用他的 角去做攻擊 右劍 右劍就是上次我被打得很慘的那個 嚕死你 嚕死你 60滴 60滴 右劍 幾滴啊 5滴 5滴 OMG 你實在是太弱了吧 吸劍 吸劍沒功能 哇這隻有什麼功用啊這隻 砍死你比較快 打他打他 砍你三百多 啊什麼東西 馬上軟掉 好 好 所以說這一隻在水裡 的作用是什麼呢 游泳有沒有比較快 我來看看 好好笑喔 他在游的時候啊 他的手往前然後尾巴一直游 有沒有覺得有點突兀嗎 還是說他可以往上飛 還會說這隻可以上岸之類的 啊 告訴我一下好不 Hello 原來我們這隻馬頭魚尾獸能夠 輕易的上岸 我想我錯了 抱歉開個玩笑 就感覺好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海中生物不是有一隻叫做什麼 海馬 他就很像海馬的原型有沒有 然後之後數經過了數千萬年的演化 進化變成了海馬 然後他早期呢叫做 馬頭魚尾獸 後期叫做海馬這樣 沒有亂講的 那很多人都說這一隻是 神話的生物啊 這隻屬於神話的生物啊 他右鍵是會吐這個狠鳥然後打一下5滴的東西 有跟沒有一樣 有沒有 其實不難瞄準啊 我個人是覺得不難瞄準 這家伙的在這個遊戲裡面應該算是 運輸用的吧 沒錯啊他的負重其實還蠻高的啊 等一下加的這個負重量其實也不會說很差 也不會說差到哪裡去啊 是吧 可是就是顏色不怎麼的鮮豔就對了 我倒是覺得這個顏色可以分布多一點啊 不能真的其實怎麼看都覺得很醜耶 我這麼認為啊 好吧然後我想一下喔 魚龍鞍我記得我們的倉庫裡面有 先讓他們兩個等來等我們等我一下 放一下 而且我身上那麼多東西他會負重 有點小擔心 好永安上安的 魚兒魚兒水中 你居然也卡住 恨啊 你體型已經夠小了你在卡什麼 我這個隧道 看到我真的之後要開個直播有沒有 把這個隧道在 拓寬一點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這必須拓寬 哎連魚龍都進不去呢 我真的覺得 啊有點難過啊 頭被切掉了 怎麼會這樣呢 真的是如觀眾們所說的變方塊就好了不用這麼累了 你看連你這隻應該也是進不去了啦 咱們的魚龍大哥都這樣子的 你這隻 馬頭哥 也進得去嗎 不可能的事情 來 哥先丟一個下去 好 然後你身上的 魚龍哥哥在給我 哥哥再丟下去 好了 大滿冠 啊 水族香啊 好多啊 自嗨自嗨 這是不是自嗨啊 人生就是要稍微自嗨一下 才不會那麼乏味嗎對不對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 馬頭魚尾獸 跟我們這個 沒有屁用的魚龍 好啦其實有的還算蠻快的啦 我覺得是因為我身上東西太重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發揮到最大效果 然後這是我明明就是進了去的東西 到底是在卡什麼啊 還是說現在更新了之後變成這部分 是怎樣 我覺得他等一下要暴斃了信不信 我們就等下等到暴斃 還是說現在這個更新的問題 連我的這個赤豚都沒辦法出去 也沒辦法進來了 我們現在 來看他爆掉吧 啊快不行了 他在扣血了他在扣血了 幫我跟我的爹說 我愛他 我就要去了 那我這我這個大魚缸啊 根本就是一個 魚缸殺人機器 下去的時候 你看死了 哈哈哈 下去了生物沒有一個活著可以上來 好可怕 鱷魚我們成功過對不對 我們試試看鱷魚 我覺得我鱷魚我在這裡面 有過 我覺得這應該是遊戲的bug 鱷魚可以 哇 啊會不會鱷魚是因為 會不會因為鱷魚是 在兩棲的動物 所以說他可以這樣做啊 哇算了不管了 反正我們之後再想辦法研究吧 或或許是海中生物沒有辦法 面對前面這一種 還不夠完善的水池 他會把它視為是陸地 所以說過不去也說不定 好我們這之後想辦法研究出來 研究出來的話這個赤豚 我覺得沒意外啊 赤豚跟魚龍沒意外應該是可以過去啦 為什麼會卡住呢 好不好這個我們之後再揭曉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那今天沒什麼內容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下一集呢 我們會去抓燈籠魚或是福份之類的 感謝觀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 喜歡我的小小幫人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放快再見 拜拜 拜拜